大家好,華記8月26日深夜報導 張竹君說香港疫情每天8千多宗 下個星期會見到每天過萬宗感染 接下來收緊社交距離 我們最害怕 四人限聚令,二人限聚令 食肆是拘捕的 如果他收緊社交距離 最害怕的是誰呢? 明日戰機 剛剛勢如破竹 一日過100萬 你現在把竹君說收緊社交距離 戲院拉閘 那你就鑑長捏死這套戲 大家要支持古天樂 香港人電影 我想說 疫情在日本不是更厲害 每天20多萬 但日本9月7日放寬了 不需要核酸檢測 如果你說由香港來日本 你就節省幾個水 養和醫院做700多 你要做一個核酸檢測 有一張白紙黑字證明你是陰性 現在不用了 你會見到很奇怪 香港又說收緊社交距離 日本又放鬆 內地831 說放寬核酸檢測的新報 因為回港易 通常要填一下你有沒有曾經中過招 打過幾針疫苗 現在831就廢除了 是否代表不用做核酸檢測呢? 據我的理解 應該不像 這裏只不過是簡化了 這個程序 但我個人覺得 其實內地調整這個疫情 動態清零 其實都是與時並進的 正如有一場 這個 女排 剛剛看到 昨天對伊朗的時候 每個人都戴了口罩 誰不知是蝕張揚半鼻 吸一口氣都不能夠大膽一點 就輸了 然後教練就立即全部除罩 第2、3、4盤 直落贏了 這就是大家要調整 如果你說 走走走 覺得不對板 你就要改良改善改進 所以我們有進步的空間 現在全部人都打了疫苗 當然我們會小心翼翼 但問題有時候 你都很難跟世界鏈的 對嗎 我們唯有是香港 照看的形勢 香港政府的政策 應該先通了外關 我們什麼時候正式通外關呢 我們看看 李家超 李家超 積極跟內地協商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通關 不過你 老實說 八千多小時就太多了 下個星期過萬小時很難談 所以我們 唉 真是 自求多福 今晚直播再說 這裏就是中山海瓦崩崩城 的輕軌站 那條天橋 接下來一入火 這條天橋直接搬到中山南投海瓦崩崩城 非常方便 有興趣的朋友 四十萬 海瓦崩崩城做一個公寓的業主 歡迎報名 985-0260 星期日置業見 大家好 我們八星期日置業 Ruby有什麼好介紹呢 當然要翻車 什麼叫翻車 就是繼續介紹中山北部的海瓦崩崩 這個樓盤非常之好 第一 輕軌站在旁邊 藍頭站 可以坐高鐵回香港 直搭香港 在廣州南 接著再搭高鐵回香港 非常之方便 適合我們香港人 沒錯 他的配套有個甲級寫字樓 還有他喜來登酒店 前面就是文化中心 在中心來說 很少項目在這個輕軌站旁邊 沒錯 而且樓下有商場 有還原萬家 還有很多品牌 我們香港Adidas等等 我們香港人最熟悉的品牌 全部在樓下 沒錯 過去兩星期 我們要做這個樓盤 我們發現 很多客戶 來不了我做現場 觀眾朋友 他們聽聽下一半 他們馬上乘的士來下訂 對呀 而且我們在這個直播期間 很多客人都會WhatsApp問我們 甚至之後 我們都收到很多客人查詢 Wuby 沒錯 這個樓盤非常之便宜 38萬到48萬人民幣 不但就可以入場 可以收到1500人民幣的租金 接下來 我們就星期日下午兩點半 這個性價比非常之高 不買了 一定不會輸的樓盤 記得來報名 我們的地址是 廣東道332號地下 華記性能量網紅基地 下面我們的WhatsApp 報名熱線 大家有興趣 WhatsApp我們報名 千萬不要錯過 待會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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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